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没有选择立兵默马 继续同清王朝进行抗争 而是开始在南京城大肆修建宫殿 搜罗民间美女来满足自己的淫欲和贪欲 其中又以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卿最善 据史料江南春孟安随笔中记载 自从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 洪秀全就开始在自己统治的江淤内搜罗美女 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之后 洪秀全的后宫加历就多达2300多人 其中有24位王妃 爱良 喜良 苗良和娇女 16个等级 共计208人 以及剩下的差女 元女7个等级9010人 还有宫中的一些女官 女仆等1200人等等 虽然洪秀全后宫加历如此之多 可是 要想介入洪秀全的后宫称为王妃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由于洪秀全是小人得志 所以一旦荣登大魏就会控制不知自己的欲望 所有的起居穿戴都要比以往的君王 还要有气派和威严 已经完全背离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初衷了 洪秀全对自己的妃子要求非常严格 他提出了三个耸人听闻的条件 第一个 凡入住天王府的女子必须是处女 第二个 这些女子不能是平民百姓的孩子 必须百分之百的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宽幻之女 第三个 也是最严格的一个 就是必须要经过洪秀全亲自厌看 否则即使你是天女下凡 如果不入洪秀全的法眼 估计也进不了天王府 古语有云 天地不忍 以万物为储狗 圣人不忍 以百姓为储狗 宏秀全领导的太平田国小富吉安 不能自始至终贯彻人人平等 君田勉良的宗旨 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